喂 雙子座 正到暈喔 你們今期 首先我有些好消息要宣佈 塔千亂南星座運勢之前有15滿月 即是農曆15滿月版 就渠毀已久了 但因為基於現在這個時勢很動盪 人心很旺旺 很不穩 那我就想多些禮物 為大家指迷津 安撫一下大家的情緒 所以接下來的塔千亂南星座運勢 我又會開始做滿月版 希望一個月兩次為大家做一個免費的預測 安撫一下大家這個很心慌慌的心靈 另外就是因為局勢很差 經濟很低迷 上年我說過的塔羅二千 接下來會開始做的了 真的開始做 在這個月 我第一個做的二千 應該不是做塔羅主的 我應該是先做簽聲的 會幫大家免費 去做簽聲服務的 那我就敬請大家多留意Facebook和IG 如果你們一直有跟我去WhatsApp 聯絡 那我都會在這個列列上去提一提大家的 OK 無論如何 延歸正傳 為何雙子座這麼好呢 好到一個點呢 好 看看這裏 雙子自己這裏是沒有東西的 那就最好 減少那個複雜性 就是沒有話可說 那我們純粹就是要看一下今次的新月發生在哪裏 這裏真是一個經典島 雲 可以用來做教學項禮的一個Pattern OK 因為我們見到 你的這個主星 水星是雙月 那見不見到它就在六度了 OK 那它其實就在六分中 在金牛座的天王星 那是在四度的 OK 那所以為何在這兩條 即是兩顆星中間 會有一條藍色線 是不是呢 那就是講那個六分相 那然後在這個area 裏面 在 不知道大家見不見到 總之在這個area 裏面 它就剛剛挖住了這個日月相合 OK 即是或者很簡單 你當總之是雙月座和金牛座 那中間就是這個白羊座 是不是呢 是的 OK 那水雙月在六度 天金牛在四度 啊 剛剛這個白羊座的新月呢 這個日月相合 日月相合呢 又是在四度 OK 那即是那些角度是很緊密的 OK 六度 四度 四度 這樣 那然後它們剛剛又是夾住的宮位 那這個在古典占星呢 這些是古典占星才會說的 現代心理那些是浪費的 它們絕對不會知道我在說什麼 是的 那是叫什麼呢 我們叫一些光線的集中 是的 Connection 跟著又那些 Connection 就是這些星的在那裡連結 是的 OK 是的 因為古典占星是真的很佩大精神的 所以為什麼才能做到那些算命 算榴槤呢 是的 這些是現代占星做不到的 那些只會跟你說心靈雞湯 叫你正能量的 好 但是我言歸正傳了 那這裡就發生什麼事呢 為什麼要恭喜你們雙子座 就是因為呢 有一些夢想 是的 你們在這個農曆三月 有一些夢想你們終於會去實現 是的 有些一直想去 有些想去定義自己的人生目標 就是你會覺得我做了我就是我 我這輩子人就無憾了 這個就是我自己 我一直想去達成的目標 我想發光發亮 我想讓全世界見到我的存在 我一向就是想做這件事 是的 那就是你們這個夢想 就會無端端去做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新月發生在你們的十一宮 OK 那還有呢 因為你們的守護星 那水星就去了雙魚座 是的 是你們的十宮 好 雖然水雙魚是落陷 是的 這件事大家都應該知道 因為最近有一個雙魚座的水星逆行 那大家都說到 即是不斷在說 哎呀 水星去了雙魚座會多麼差 是吧 好了 但是呢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有時那些行星去了落陷 它是呀 是差的 環境是差的 但是其實這件事才會 逼到它的奮鬥力出來 OK 即是你想想 我們經常說窮人的孩子 早當家 是不是呀 因為很多二世祖的元父子弟 你這麼舒服的話 就沒有東西去推動你們了 OK 其實呢 水星去了雙魚座 它有機會是會走去發圍的 它想令自己越強越強 是的 那在一個什麼情況之下呢 就是呢 要有其他行星跟它形成相位 所以我們就要多謝天金牛了 OK 在四度 我可以告訴大家 天金牛又是一個最差的相位 天黃星在金牛座又是一個最差的位置 但是它們這兩個窮孩子 就在互相勉勵 看不看得到呀 互相在激勵對方 所以 你們相自助 在這個農曆三月 你們會有一些自己不斷想有的夢想 是的 這個就是建基於 白羊座在你們的十一宮 這個日月相合 是的 那麼呢 也都是有關你們整個人生的一些事業 你們想去發光發亮的亮點 是的 要去給大家看到 是的 透過什麼方式去進行呢 就是因為這個六分之上呢 六分了你們十二宮的天金牛 OK 原來你們呢 會不斷開夜車 對了 相指了這個農曆三月 你們呢 會日夜顛倒 會不睡覺 不休息 嗯 是的 就是這些 OK 會at the expense of 你們的睡眠 你們的健康 但是呢 就去做出一些驚天地一鬼神的曠西傑座 是的 可能連續五分幾個晚上去寫一本書 是的 或者去研究一些什麼的 是的 OK 那這個就是你們整個農曆三月呢 會做的一件事 是的 那麼 沒有說好還是不好的 那麼這個世界上 即是有取有舍啦 那你們忽然之間想 即是無端端不知道什麼事 什麼事不衡 那無端端上今個月去搞些事情出來 那在這個有限的時間裏面 那 就唯有偷一些睡眠的時間 是的 OK 但是我會說 其實 你們真的這樣去付出呢 那上天是會回報你們的 你們會得到你們應有的報酬 你做出的這件事情 真的可以令你獨當入面的 是的 所以我在這裡呢 首先 Fingers crossed 就公祝大家一份封信啦